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到2022年的DBC联赛西欧赛区的比赛 那现在这场是来自于秘密对战OG战队 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秘密这边是自己选了一套完完全全送了对方一整套绝活英雄 然后自己拿了一整套被对方顽客的阵容 然后被打爆了,被OG这边几乎是无压力的一顿暴打 只不过呢,由于上一场比赛又是出现了我们喜闻乐剑的这种比赛中途 然后游戏更新的情况 导致上一场比赛我们的录像不完整 因此没有给大家上传,也是比较可惜 当然了,上一场比赛其实OG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们在优势局对于上高的把握来说 还是要差一些 关于这个欧洲队伍啊 欧洲队伍他们的上高能力偏弱 或者是这些新人上高能力偏弱的主要原因 其实特别有意思 我在这块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他们跟中国赛区的区别 中国的赛区一般上高费劲的原因 是因为选手都比较习惯于打劣势局 就是打防守局 主动进攻局打的不少 然后打防守局和刷前局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都习惯于去打一个劣势局 等着去刷前 然后呢,依靠这个对方主动出来犯错 再去打赢了对手 然后形成巨大优势上高 这个是咱们中国战队的一个 大部分队伍的一个普遍习惯 陆人局也是这样 西欧赛区他们上高的经验比较少的原因呢 反而正好相反 他们是因为打架都特别猛 然后呢,西欧 如果大家经常看这个西欧或者东欧赛区的比赛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们这些比赛里面经常会出现 前期巨大劣势以后 直接就GG了 就可能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出头 这边有的人感觉没希望了 就直接GG了 而且大多数你看那个比赛 二十多分钟的比赛 事实上十几分钟就已经GG了 剩余的时间都是在等着对方推 或者几方这边有一两个人 然后还在赋予完抗 耽误了点时间 这个就导致他们在这个顶分局 然后在上高的这种优势局 上高的他们的积累的最多的经验 是对方直接打出了GG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好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BP 秘密这边前两手拿出来的是 紫猫跟大胜 然后OG拿出来的是 马尔斯和毒狗 这场比赛没有拿他们绝活的 三号位伐木基 而是先拿了一手 马尔斯来打三号位 毒狗这个英雄的话 在当下的这个版本来说 用的队伍并不是特别的多 我不知道原因 因为毒狗这个英雄 其实是一个挺万金油的英雄 他前期配合自己的队友能力很强 中后期对于自己队友的一个保护 能力非常不错 后期以前毒狗这个英雄 后期除了救人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后来更新了他的A仗效果以后 其实毒狗的A仗在后期 是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的 因此毒狗这个英雄 实际上他的作用很明确 而且跟很多的队友 都能够形成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组合 像这场比赛的话 马尔斯的长矛 毒狗的关加他马尔斯的长矛 命中的基本上是100% 大家说对新OG的阵容有什么了解吗 新OG的五个人里面 胎价是一个打了比较多比赛的 其他的选手呢 米莎这个选手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也是比较年轻 有一定的比赛阅历 但是不是特别丰富 然后呢 中单BGM和三号位ATF 是两个16岁的新人 有各自有一年左右的比赛经验 也就是他们大概15岁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职业赛场 然后一号位这个URA 一号位URA这个选手之前是在 我还真忘了 是一个欧洲的二线队伍 但是也是一个实力比较称值的二线队伍当中 打过一段时间的比赛 所以等于这个战队呢 基本上大家可以理解成是接近一支全新人的战队 除了胎价以外 除了胎价以外 基本上是全新人 对啊 UNIKE战队 UNIKE战队打过一段时间 然后这支队伍 他们的二号位和三号位 这两个选手呢 只有16岁 但是天敌的分数都非常非常之高 而且绝活英雄特别厉害 属于是那种 就是绝活英雄的强度齐高 但是呢 没有特别多的比赛数据 能够去了解他们具体的一个英雄池 就是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下的英雄池 还是需要结合一下后续的比赛 因为DPC联赛也是一个拉的会时间比较久 打一个月 联赛要打一个月 但说我现在晚上排一排匹配都要20分钟起步 还是3D去排 呃 国服吗 国服的话 倒是也正常 国内现在玩DOTA2的人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这一次就是在TI结束以后 更新了马西这个英雄以后 全球的DOTA2在线人数是有增长的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 但是呢 这个里边不 中国赛区 我记忆中我查的时候是没什么增长科研的 其他赛区像东欧赛区 像这个南美赛区 呃 都是人数 玩家的人数在增长 之前OG的人员呢 之前的OG的人员 NOTA是转为了OG战队的这个幕后工作 呃 Topsen暂时好像是退役 暂时退役状态 具体后面还会不会打 目前不知道 然后三个号位 Seb也是直接就退役了 因为他的年纪确实有点太大了 呃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是继续当教练 四号位Saxa和 四号位Saxa我忘了他去哪了 四号位Saxa我还真忘了他去哪了 然后呢 一号位就之前他们在Ti之后的这个苏妙 现在是去到了秘密战队 秘密里边第三手拿出来的是一个AA 目前前两手阵容的一个击杀和控制 配合A这个英雄的话谈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三号位的位置 三号位的位置 兽王已经被搬掉了的情况下 似乎没有特别好配合A的英雄呀 十零剑士 十零剑士也不配合A也很一般 这个A拿出来我还没有太看出来 他的用意是什么 A这个英雄从诞生之日起到目前为止 这个版本开发出来所有的打法里面来说 最适合当下版本的还是配合一个相对效果比较好 但是呢 廉价的控制去进行一个双人游走 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双人游走 这个是目前A已经开发出来所有打法里面 最可靠的一个打法 马桶去哪了 马桶现在在liquid liquid的战队 明天或者更准确的说 北京时间今天 也就是12月1号的晚上10点 大家就可以看到liquid的比赛了 这只liquid 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有希望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的 这只liquid现在的人员配置和他们的实力 在西欧赛区 如果我们不考虑OG这只新成立的战队 就是这新成立的 或者说新抓来的这五个人凑成的这只战队的话 liquid目前应该是西欧赛区账面实力最强的队伍 他们现在的实力是要超过目前阶段的秘密的 在第六手扳掉的是雪魔 还是对于OG这个战队有比较多的研究 知道这个队伍是有一手绝活雪魔的 这场比赛OG在第四手拿出来的是一个TA TA这场比赛的生存环境很一般 AA和穿山甲这两个英雄 对于TA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强的针对能力 比较大的威胁 尤其是穿山甲 穿山甲这个英雄一旦开启车来 然后就用自己的一个拍地板加的这个减伤 还有他的戳所带来的一个脚械 以及多次的伤害判定 这个东西对于TA来说其实影响都挺大的 TA这场比赛可能会选择尽早的去出BKB吧 估计跳刀这个道具出不出两可 整个阵容来讲的话 不需要他去出跳刀 因为队友这边控制很足 基本上可以做到人手一控 而且大部分还带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带控带减速 而且带限制地形 我看好李逵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马桶去了 而是因为快播走了 这个是我看好李逵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个选手 他在Liquid的这一很长的一段比赛的时间里面来看 他的整体状态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持续下滑的状态 如果你把他的这个实力做成一个曲线的一个走势图的话 他是会一个很缓慢的下降 完全没有提升 最后一手秘密里边拿出来的是一个PA PA去打一号位 然后大圣是去打一个 这个大圣应该不是苏妙去打 苏妙肯定是去打子猫的 那也就是三号位的滚滚 四号位大圣和五号位的A 一号位的PA PA这个英雄打TA的话一般般 OG这边大哥为一号位来看的话 虚空已经是被搬掉了 打PA好用的一号位 时间还真是不够了呀 拿出来了一个火猫 感谢大佬打赏 毕业找工作求乃 好 祝大佬这个简历时辰大海 面试次次不过 简历时辰大海 妮莎的一号位PA 苏妙奥的子猫 M多的大圣 在手这边是ATF的马尔斯 米莎的独狗 然后胎价的四号位方灵 中单BZM的火猫和一号位 URA的一个TA 让TA就打一号位了 也行 也试了办了 不过OG这套阵容还是比较偏 比较偏操作的一套阵容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团战英雄 这个比较偏吃操作 然后靠自己整个团战拉扯的一套阵容体系 秘密这个阵容呢 比较吃大胜的大招 还有拍笔匠的大招 和三大兵的这个车龙梗梗大招 这三个大招是比较团战当中比较吃的东西 需要至少两个技能 打出来比较好的效果 紫猫和PA才有一个好的收割环境 这场比赛的考验 其实反而是在考验这个OG这五个年轻人了 大叔反买别书靠海 上一场比赛我跟大家说的是OG可以暴打秘密 上一场比赛 这个咱们专业主播 不要老说什么大叔反买别书靠海 专业主播你要相信我 大叔已经如此敷衍了吗 作为官吏唯一的官吏员表示很失望 那还怎么办呀 我也没有那个现在这么一点时间 给你说出来一个七 我也没有七步成师的能力 主斗烧斗杆都在锅里喊 都是一个爹为啥要杀案 咱没有办法做到七步成师 一开始的时候这哥几个是在中路这不停的大家一起在跳舞啊 一直在跳舞谁都不过去你不过来我给你 中路从眼的方面来看的话对方是在中路这边直接是拆了一个眼 ATF的位置是暴露的 另外一个眼是放到了自己家优势路 河道的高台的高台这个位置 看一看这波哎这里给了一个关但是对方是两个人一起过来控服 所以这个关并不能够去干扰对方的一个拿服下落的陈服是ATF去控双服双方并没有打起来啊一击 都是试探性的给了几个技能就开溜了 要相信大叔看大海没戏的看后海可以看后海可以有相信我看后海的防比看大海的贵 看看这里上路TA在上路打对方的一个穿战甲加上大胜的话 TA这个英雄在边路的战线是其实比在中路战线要轻松很多啊 真的要轻松很多 那边路的这个地形的缘故再加上有一个酱油在保他 所以他经常在前期的捕捕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个机会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这个折射去搞事情 灵灯之刃的这个弹射去搞事情 这里再谈你一下三大兵的这个年纪啊 说实话年龄这个东西对于刀杆职业选手来说影响真的蛮大的 像他这个年纪在前期兑现的时候 你指望他还能像有十几岁的反应速度和瞬间的判断力和手速来去躲掉对方大量的这种技能和弹射的话 难度比较大 说实话难度比较大 感谢水德真军二代目老板的庆典礼花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感谢我只是个混的大佬的打榜金币泡泡糖 伊丽白沙大佬的牛蛙泡泡糖和金币 谢谢老板 谢谢几位老板 快说亚布泽尔会玩蚂蚁们 会玩啊 蚂蚁这个四号位英雄所有的职业战队也四号位都会用 因为这个英雄没有什么难度 还没什么难度 这样比赛 苏妙在中路这个子猫打不过火猫啊 这两个英雄的对线其实是比较吃基本功的 强度差不多 这两个英雄在中路对线前期强度差不多 相对来说比较吃两个人在这个技能算计 算计也特简单 就是一个人的共鸣卖冲的盾 另外一个人的火盾 需要算计的其实就这一个东西 这个戳漂亮 这个戳直接是卡住了位置 但是三大兵自己这个地方打不过对手 他上这块呢 过来假装要放大棒子 把你的毒狗给吓跑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大棒子是不会放的 放了不划算 浪费蓝 继续上树准备往下砸 哎漂亮 这波可以 大棒子拿到一个一血 TA这块呢 给了一个point一接 但是打不过这俩人 前接的这个对线上路打的还算是比较成功啊 对方的这个毒狗其实打的有点 走位上面有点太拼了 一般来说 这个在对方有大胜的时候 我个人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电脑 电脑里边还有steam steam里边还有dota2 dota2还有账号的话 大家还甚至于还有可能 居然还有可能会去打开dota2 然后去自己玩的话 建议当对方有一个大胜存在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酱油位买一把补刀斧 买一把补刀斧 然后把这种位置的树全给他砍了 就这种位置的树全给他砍了 旁边这块的树太多了 你不好砍 而且位置这个位置比较危险 所以不太适合直接都砍了 但是刚才我画的那个区域 那块你可以都给他砍了 这样的话对方的大胜进攻 哎呦漂亮 这边有无影拳躲掉了大胜的一个棒子 小胜脂 好 爱 老板 好的 米莎这块关一下 但是大圣这里有一个大棒子可以杀 就差一下一个戳直接戳死 TA这边想杀对方还是杀不掉的 四级TA这么追对面 因为没有任何的控制和减速 没有任何追杀手段 这块是利用一个关掉的对手穿战甲换相 来卡一下大圣的位置 不过时间太短 再加上TA前期的这个对线 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高的强度 这个毒狗这场比赛在前期 他的一个被杀了一次 所以现在有点尴尬 这里叠层再叠一层还是杀不掉 这个时候由于毒狗的等级 被对方领先的太多了 所以他这个毒是完全毒不死人的 这一波毒狗如果是三级 他们都能够杀一个 二级的毒狗只有一级飘毒的话 这个伤害太低了 还是前期自己走位 和一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 不过上路对于穿战甲的这个补刀的压制 做到目前为止来看到 还是可以的 毒狗等于实际上是用了自己两条命 去换了对方穿战甲补刀的一个巨大劣势 这个互换的话可以接受 但是可以做得更好 这玩意又是把眼排掉 然后关一下对手的大圣 这个大圣在这么追米莎的话 其实没太大的收益了 这个就追不死的理论是来说 而且你再追自己有可能要死 这玩意又 紫猫跟上来以后成功的反杀到对手 但是这个残阴没有能够去完全对对手的击杀 这波其实亚伯多尔是亏的 这波其实亚伯多尔是亏的 亏在哪儿亏经验上 他拿到经验了 但是他让对方的火猫拿了一个单杀的经验 而且这两个人的等级并不在一个水平上 对方的毒狗现在只有三级 然后你是四级 你给到对方的这个火猫一个单杀经验的话 对于中路的紫猫其实是很难受的 这个地方 这个追击不太划算 讲道理的说 当然了这个打正在场上打的人 肯定很难去这么冷静的去分析 大家说波兰哥有什么绝活英雄吗 波兰哥的绝活英雄不知道 这个确实不知道 因为我看过他的第一视角 给大家尝试找过他的素材 没有那种让人特别眼前一亮的英雄 这块关加毒加上一个精进迷宫 马尔斯一个长毛定住 然后一个端直接带走 前期毒狗加上这个马尔斯 我一直以为这个毒狗拿出来配合马尔斯两个人战线呢 但是没想到的 他是让他去保这个TA 里边TA在中路这一波呢 是让对方这个超然甲白白放了一个大招 超然甲第一件装备选择出的是陨星锤 万物皆可运行锤 火猫的经济全场第一 TA第二马尔斯第三 然后第四名是终端寿庙的紫帽 第五名是穿刃甲 TA的 PA的经济现在只有第六名 2700块 PA这个英雄在前期面对对方的马尔斯 加上这个 一个花仙子 是真心打不过 这个自己保自己的AA前期的作战能力 他又是配一个像CK那样的强势战线英雄 带控的强势战线 他很厉害 但是配一个像PA这种 没有强控 然后 对A的能力又很一般 前期属性比较低的这个英雄 打不过也就算是常态 看下这块能缠住吗 可以 最远距离的一个缠 刚好缠住 但是呢 这波可以有机会反杀 PA过来直接切死 马尔斯支援过来以后呢 这块组织王冠 可以炸出来 直接毒死 火猫无影拳打到这个人头 火猫这个地方呢 被对方的穿车开车撞一下 双人家肯定要过来去找对方的马尔斯的 不会去找这个火猫的 这些紫猫炸出来以后 带走一个火猫这里无影拳 然后往外扔一个魂 PA是在那边 在蹲着这个魂 准备随时去击杀的 先给你个飞镖 然后你绷回来以后呢 我再去 蹲不到了 蹲不到了 这波火猫对于整个的一个 伤害的判定和 传魂和放技能的时机 找的相当好 你绷一个魂过来以后 紫猫直接一化 往旁边跑 还有一个魂 可以再追 再一个无影拳 这里虽然还是没死 这里再用臀杆变妖处 另外一侧呢 太太这个地方肯定是没了 人都被妮莎收掉 紫猫那边还在被追 紫猫这边还在被追 一个异化抓住 那次 BCM居然还有时间 去用自己的一个机长 来干扰对手 这里假装要放一个无影拳 有这一波 最后刚才BCM 有一个回头的那个动作 他那个回头的动作 应该是用来去 想要骗对方的技能 或者魔伴的 但是其实 这个紫猫已经没有蓝了 他还有三个魔伴 但是BCM这个地方没了 这波 还想强行去换掉对手的一个PA 没机会了 可惜了 那这一波两边损失都还是比较惨重的 但是呢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在这一波PA和对方 缠绵NI的过程当中 对方的TA是无解被发育 根本没有人干扰 对剑7目前是秘密这边 三条线在经济上面都是巨大的一个劣势 石林剑是出到允星锤以后 开始拿允星锤去消耗对方的一个防御塔 队友都在往上路去支援 而对方所有的人现在都集中到了中路和下路的位置 这样的话 等于双方的五个人是一边五个人占了一条线 另外一边五个人占了两条线加两片野区 这个经济差一下就拉开了 这一波你上路的一塔就算是推了 你就算是推了 你的团队经济也会进一步被拉大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里再给上一个无影拳 TC捆一下 然后再缠一下 再接上一个沉没 技能衔接的非常好 破影机打出去 火猫再给无影拳 直接把苏苗的子猫给打残了 这块火猫一个传魂直接开溜 三大兵的大招又白开了 这个三大兵的大招 撞到了一下TA 但是你大招到时间了呀 老铁 这块毒狗一个关 关完了以后 看一下出来 一个车走一下 火猫崩魂 掌后白的AA想要 残银拉住了 准AA的一个大招 给出来以后呢 火猫这边最后是传走了 没死啊 这个火猫 这火猫好秀啊 这部 这些年轻人是真厉害 这些年轻人是真厉害 看看马尔斯这个位置过来以后 对方的PA 对手赶紧过来去接应一下 一旦对手的马尔斯有大招 把这个PA给框在里面的话 可以让PA一个bling出来 对手的马尔斯有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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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开车 直接溜 开车直接溜 开车这个东西 其实特别好躲 你离他越近 反正越好躲 尤其是在这个车 已经开始转弯的时候 你去躲是最好躲 马尔斯 刚才有个人说 马尔斯9级没点大 他留点了 他9级的时候 是点了3级的1技能 和4级的2技能 他留了一点 没加 看看马尔斯这边 第一波进攻 大招上来以后 这里再接上一个恐惧 这个当年我曾经 我曾经说过好多回的 这个组合终于出现了一次 马尔斯的大招 接上这个 花仙子的一个恐惧 恐吓这个技能 这样的话PA的节奏再次被断 而对方的 马尔斯现在身上是 向位斜加跳刀 下一个装备直接做BKB 紫猫这块又差点被秒 PA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个案面 看一下火猫 这块三大兵这一波是有大的 要有大的话提前放 要有大提前放 选择原地要摇运星锤 没出来直接被秒了 另外做大胜这块也是被对方关了一下 然后控住 马尔斯一个长毛钉上去 这秘密 这只秘密好弱呀 这只秘密真的是好弱呀 看到这里长毛钉上去以后 队友能不能再接人有空 TC捆住 紫猫过来掩护一下 毒口的大招已经给上了 火猫再崩魂 过来火盾一直跟着烫 无影拳接上来以后 这里被对方的风上吹了一下 再跳走的时候 是被毒狗的毒伤爆出来以后 直接完成击杀 穿战甲这个地方 被给上了一个TC以后 直接原地跳了一下 大胜给大招 但是马尔斯大招给出来以后 哥几个直接往回撤 穿战甲开车出来找人 撞了一件TA 再接着追对方的马尔斯 再拍地板 毒口关 就一手 这里摇紧星锤 出来以后 跳刀走人 漂亮 TA则是疯狂出车 先击杀掉对方的一个三大兵以后 这里又是马尔斯空血长矛 带走 也不作为了大兽 太秀了 这帮年轻人 这帮年轻人就太秀了 可能不是秘密若手 OG强呢 不是 这个秘密 就这个比赛来看的话 他们自己的节奏 如果啊 如果是对手很强 自己这边也很强 但是对方更强的话 通常情况下 你这个比赛 至少 你是有反抗的机会的 这两场比赛 打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秘密 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而且他们自己的节奏 打得稀碎 就是他们自己的节奏 没有出来 比如三大兵的穿战甲 初期的时候 一直在上路战线 然后呢 没有站出来任何的成效 下路的PA 没有保出来任何的成效 中路的紫猫 节奏没有带出来任何的成效 没有任何一次 像样的联动 没有任何一次 像样的团战 这个就是自己太弱了 才会这样 看看这里 紫猫 定一下 马尔斯 马尔斯直接过来帮门挡了 黄猫出来以后 中了一个技能 但是影响不大 独狗的一个关 救一下马尔斯 马尔斯出来以后 一个装 先带走对手 一个人 另外一侧 穿战甲直接选择 开车TP了 你看人家OG这个配合 你看OG这个配合 风杖吹起来以后 直接扔残阴 马尔斯看到残阴的第一反应 他不是走上去放大 而是先过去把残阴撞了 撞完了以后 火猫落地再反打 这只OG最可怕的点在于 就是他们未来 保底估计 保底估计 如果他们就以现在的 这些年轻人 作为核心的话 未来这只队伍 保底还有五年的时间 是上升期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那时候火猫装饰的 那两条袋子是什么 你说哪两条袋子呀 这两条袋子 这个两个四代吗 这个两个四代吗 这两个四代应该就是这个玩意 智刚颜凯 这两个四代应该就是这个玩意 智刚颜凯 恭喜大叔分区第一 我觉得我这个分区第一是假的吧 因为我看刚才我扫了一眼 B站那边 B站官方的那个 官方的流是11万热度 然后有UC那边是30万 刚才DC没下线之前 DC也很高 DC也有 也有20万左右 我是人家的零头 不知道他这个 所谓的这个分区第一是怎么出来的 说OG队员全部新人吗 能不能说是OG新队员吗 OG的新队员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有视频专门介绍过 这边又是过来以后 直接盯住了 TA一个远距离的破影机秒掉 这里两个平A 火猫一个温泉上来 收掉了养泽热大圣 人都数来到了17比7 一顿暴打 秘密这场比赛该打的 就是他们这场比赛 从BP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AA拿的我没太看明白 因为AA这个英雄 跟他们这场比赛的阵容 并不是特别的搭 然后3号位4号位的大胜 3号位的穿战甲这两个英雄拿的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整个队伍全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21分钟是没有过一次相应的联动的 穿着点 这波过来 给上一个大招 然后呢 三大兵开车 开始追 这里直接撞一下 摇允星锤 这个允星锤 砸中 再回来 再撞一下 再撞一下 这波人都就是被孙苗的一个残阴带走 但是神剑出来以后呢 也是直接被火猫 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TC定住 另外一侧 这里推在的小花心子 被对方带走 大胜交了一个大招 大棒子 但是马尔斯根本不掉血 火猫这个TC 把他捆住以后呢 这残阴拉一下 拉的又是马尔斯 TA过来以后 两刀直接秒掉 打完这波以后呢 Ui这边又是拿到了一波双杀 变态杀戮的TA 21分半 14000多经济的TA 1万经济的马尔斯 9200经济的火猫 大叔你没发介绍OG队员的视频啊 有一期节目的封面 视频的封面是16岁 两个 封面16岁两个 那一期说的就是OG的这些选手 大叔你看到ATF长什么样子 没有 没注意到 这场比赛吧 原本用紫毛的封杖配合残阴 去拉这个火猫 对手这边爆发跟上 是可以去秒这个火猫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成功过 因为全被对面马尔斯给顶了 这场后边还有比赛 这场比赛 这一轮 秘密打OG这一轮比赛结束了以后就没有了 大叔你好像把那视频下了 然后忘了重发 是那一期吗 好像是 这拨拉住了 这拨拉住以后 穿身甲 开车撞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但是输出没跟上 没有输出跟上了 这样的火猫活下来以后 对方的人反而都已经赶到了正面战场 马尔斯又是留住了紫毛 TA跳上来以后 直接一个破影机秒掉 TA还不是跳上来 TA是拿陷阱船上来的 TA这场比赛果然是没有去出跳刀 直接是用蒙枪加灭 然后做一仗 TA这个英雄 从现在这个版本我个人感觉可以作为第一梯队的一号位 他现在的这个A帐效果对于一个一号位而言实在是太梦幻了 这马尔斯车里面还有跳刀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对方的这个AA想跑 PA在出完了狂战以后开始去补自己的BKB 然后上面这里 URA又是直接秒掉了三大兵的转身甲 PA这段时间的经济已经是反超了火猫 追平了对手的马尔斯 但是跟TA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六千档的大件的差距 这块马尔斯 哎呦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啊 马尔斯这块 哦准 这样的话队友可以跟上来了 TA这里直接扔一个陷阱 然后传过来 一刀两刀秒掉 他说明天的Major是几时 Major的比赛时间好像还没有定 我不确定具体定没定 但是现在定下来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因为中国赛区的这个DPC联赛什么时候能打完还没有确定下来 中国地区的DPC联赛是要1月份才开打 但是呢1月31号就是春节了 所以中国赛区那边的比赛等于是在还没有打完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春节假期 春节假期之后要休息多久也不知道 本子的日期就更不知道了 本子的日期威慑自己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可能什么时候这个度假度的 度假度烦了 回来做个本子吧 大概率应该是这样 这波是一个直接的回头 然后呢 马尔斯自己一个人往前走 剩下哥仨呢 就像开悟过来 这过来的时候直接被破雾了 TA得扔一个陷阱在高台上面 大胜在树上破雾的一个操作还是舒服啊 看下春节假这波开车 撞一下能撞到两下 第三下应该是撞不着了 但是PA在这 风筝吹起来以后 躲掉对手PA的输出 躲掉对方的一个陨星锤 看看火猫过来给技能 TA的BKB第一波 能不能直接给他秒了 秒了吗 没有 差一点点啊 哦不对 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最后是被赌口的大招给炸死了 被赌口的大招炸死在了 泉水里边 这样呢 PA的BKB第一波出来 也没有用 马尔斯这里又是带走的对手的一个A 这波打完了以后 这个比赛应该是要落下帷幕 不是OG这帮年轻人上高这么难的吗 好家伙这么年轻就开始上高困难户了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对面PA已经死了 穿着点没有车了 搭AA也被秒了 这你有 你有一个无解肥TA的情况下 这高地步随便上 这个OG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他们这个队伍这么能憋 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个他们如果是以这样的状态打 没这儿的话 打不过中国队 这个应该是打不过中国队 但是这里想秒火猫 但是火猫已经BKB了 已经BKB了 你这个控制根本衔接不上 他们等盾本身没问题 但是对方已经在被击杀掉关键的大哥位 和没有了关键的团战技能以后 你这边又是有一个无解肥的TA装备 已经碾压对手 碾压的不知道多少的一个TA的话 还在拖时间 感觉不太好 在这边贴过来两刀直接炸死 两刀直接炸死以后 下一个 下一个 他们要干什么呢 下一个阶段 还是要控盾 控盾等对方犯错吗 毒狗的一个战位 稍微感觉有一点点貌似 这边被子猫直接给单杀掉了 火猫过来TCA捆一下 然后看一下TA传过来吗 没有 直接选择是炸出来了 那这个跑不掉的呀 马尔斯跟过来了 这样子猫也被击杀掉了 回去他的身上来控盾 回去他的身上控盾 又传过来了 又传过来去找对方A的麻烦 把A弄死 肉伤附近倒是还有一个陷阱 这里马尔斯又是定住了对手的一个大胜 穿上甲这里开车过来就TA 呦 是直接给秒了 穿上甲TA这波再一个破影机 打上去再扔一个陷阱 不过这手已经没有传送了 完成了一波三杀 这一波拿到一个对手的三杀之后 TA的经济在29分钟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2万2 这个经济已经超过炼金术似的 他说今天还有比赛波吗 照着这个架势的话 应该是没了 应该是没有了 约旦这个国家挺神奇的 不知道为啥这么小个国家这么多好选手 好的选手的数量一定是跟这个从业人员数量是有关的 那跟你的国家本身的这个人口的关系 反而没那么大 这得给上一个大棒子定两个 马尔斯一个大招 一个长矛 定住 再接一个多A的大招过来以后呢 毒狗这时候肯定是被秒了 但是马尔斯开始自己的大招 开始PKB 在人权当中完全就是一副 我无敌你随意的架势 TA站在这个旁边 一顿疯狂的平雷 把对方的人全部收掉 把对方的这个紫猫收掉以后 基本上就是一副谁来弄死谁的一个架势了 约旦出名的选手除了奇迹哥还有谁 这个ATF好像也是 看看马尔斯长矛盯回去 然后PA这个上来开始输出 火猫一个TC捆上去 马尔斯这波拿正面的脸吃了很多很多的伤害 但是队友支援不过来了 离的确实有点太远了 这波来不及支援 那对对方的PA完成了一波击杀 这波击杀给到707块钱 妮莎这一波占了不少 压脖子也是约旦的 其实这个就是从业人员数量 是从业人员数量多 你比如同样 一万个假设说 一万个选手里边能出一个顶尖的选手 那人家有几十万个玩家 对吧 几十万个玩家在的形态 人家都能出几十个顶尖的这些选手 那个一定是跟他的从业人数成正比的 看一下这里 这个波火猫是被队友救了一下 出来以后能传统吗 BKB开出来 传魂开溜 TA两刀秒掉一个 再往前追 看一下能不能留住人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火猫再往前找 想找对方的TA 找PA 但是PA跑的比较快 火猫过来以后 选择是先留了一下对手的这个 这个AA 这个AA走掉了吗 没有 火猫卡了一个非常极限的时间 利用自己的无印拳 打掉了这个绿杖刚刚结束的A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刹 已经拉开到了20K 这个OG在巨大优势局的上高 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 上一场比赛就已经存在了 这场比赛仍然存在 那就说明这个队伍在这个方面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这里缠住以后风杖直接吹 落地 看看这陨星锤并没有砸中人 落地被沉没了 直接秒掉 紫猫被秒以后 亚不足够依靠自己的大招 在侧面这个地方也是只能藏着 根本出不来 而且自己要死 被缠住了 死于荆棘迷宫 走不出去 被荆棘迷宫给缠死了 那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的紫猫和大胜两个人 倒是都有买 火猫在正面这里留住了 妮刹 妮刹开启BKB以后 独狗再一个关 哎呦 这个关啊 TA这里出来以后 直接两刀秒掉对手的TA PA是没有买火的 看看这个TA 现在删斥到肉山盾 肉山盾还在 那么马尔斯上来 大招 把这个TA给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 这里给上一个破影机 想要利用弹射击杀对手 不过没有成功 最后人都还是被马尔斯给拿到 那这波打完以后 比赛结束了 应该是 因为这波OG 是并不打算撤退了 肉山盾的时间 还有一分五十秒 啊 不 对 还有五十秒 还有五十秒的时间 这个肉山盾的时间 足够他们破掉 大哥你们别走了 我求你们了 你别走了 你们像是一个 出生 出生 人多不怕牛牛 出生 人多不怕虎的牛牛 你们要像一个 你们不会要撤退吧 PA也不在 对面其他大哥 都是买的 上路高低高破 那么PA还有二十秒复活 OG这边选择是回撤一下 肉山盾已经交掉了 那么TA这边选择是直接要去买出来一个A杖 把这个A杖给吃了 知道这边拿瓶子控一个双倍 这个毒狗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现象级发挥 如果他们这个毒狗一直是这么强的话 打这个队伍毒狗必须搬 这个毒狗这场比赛真的是把秘密所有的技能都坑了一遍 秘密几乎每一次对于对方大哥的一个集火 要知道秘密这个队伍的集火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这一个毒狗就把秘密的这个集火能力完完全全的给破掉了 这波出来以后绕后大圣交大 直接被秒了 大圣都没交出来 直接被秒了 另外一错我听到了BKB的声音 看一下毒狗这边在网上追 子猫这也 哎 马尔斯 不这个 子猫这边审则想要TB结果被毒狗跳到高台上面一个关留住 而且这个子猫还非常非常仗义的利用一个残音 把高台上面已经在当ITZ的毒狗给吸起来了 省了对方一个跳楼的CD 这谁能想到 这谁能想到 哇 呀 选择出的是大炮 水晶箭已经买完了 然后拿小机过去把大炮的东西买出来 看看Nisha这个地方被长猫盯上 盯上以后火猫崩一道魂爆发打出来直接秒掉 大象这里交出来了自己的大招 然后直接被TA过来以后两刀秒掉 CG也得顺势打出了GG 这样来看的话 OG这些年轻人的一个状态 着实是好 着实是好 秘密这一次的人员变动 我其实一直就不太看好 因为苏美奥他尽管年纪其实并不大 但是他的巅峰期早就已经过去了 现在他基本上是在维持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 这个维持自己的竞技状态 而并没有达到说还有继续提升的一个可能性 Nisha倒是有提升的空间 但是Nisha之前打 我个人感觉Nisha在打中单的位置上 其实是比他打一号位要更加出彩的 至于三大兵呢 这个人要服老 人要服老 强如詹姆斯 C罗这些人 他在年纪的一个压力下面 他也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个打法定位 还有整个的一个竞技状态和比赛的方式 所以年纪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办法 OG这些人呢 太年轻了 实在是 真的是太年轻了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个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今天的直播和录制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 咱们晚上啊 北京时间2021年12月1日晚上10点钟 会给大家来进行直播 Liquid对战酷战队的比赛 那么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再下一轮的这个欧洲赛区的比赛呢 要到12月4日 12月4日也就是周六的晚上 周六的晚上10点钟 是Nigma的比赛 然后到这个凌晨一点的时候 Lens对战秘密的比赛 好了 我是三个大叔 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晚上见 我们下期再见